透过网路预定买口罩增加便利性 口罩实名至2.0上路 第一波预购117.8万人 缴费时间长达三天 但截至22号为止 高达18万人未缴费 就是要一直记得 讨论很多地方是真的 因为ATM缴费就比较麻烦 为何会忘记缴费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预购时间七天 加上三天缴费 整整有十天之久 中间若没有简讯通知 忘记也是情理之中 不少民众反映 口罩实名至2.0流程繁琐 成功付款后取货代码 是用简讯通知 但预购成功却是email通知 有民众认为 如果遇到托人待定 会发生本人收不到没有问题 还有缴费期长也容易忘记 如果没收到取货通知 订购不到的民众 可以在25号到27号上网登记预购 4月2号到8号取货 不过第一阶段 没缴款的人也不用担心 疫情指挥中心副组长庄人 想表示 没有缴款预购资格取消 无法在26号到4月1号之间 到超商领取口罩 但不会对预购去忘记缴款的民众祭典 还是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口罩预购 接下来王志文 李渔海南台报道